公布明星五金 用心筹备青年做导演 心血之作 竟让众演员叫苦远天 草山上去晒那个表 表晒炸了 已经晕倒了五个群众演员 这么大一块板子 炸出来 流离到大孔子 我差点死了 很多的大卡车 刚一开始 就要测翻了 280号人 全被困在那里 出也出不来 荧幕上的硬汉 面对百般宠爱的娇妻 她心甘情愿 甘拜下风 大师兄写了一份检讨书 我没有 把我手机拿来 你们三主持人碰一块 真美好 你管我这么多呢 走开 洗开 一扒来一看 上面正跟姑娘吻着呢 太八卦了 跟身为功夫明星的老公玩浪漫 谢南很是危险 老公 他可能就会 吓一下 摔小的老公 是真的 刚把脸凑到他眼前 差不多这么一指 然后直接就是一个这样 吓一下 干嘛 吴京谢南怀孕生子 喜悦的同时竟然如此揪心 我说大夫还有五个星期呢 这就抛啊 小儿出来是惨的 出来还呛了一口羊水 ICU啊 中正监护室 给了我这么厚大一达的 病毒 歡迎收看 超級訪問 大家好 歡迎各位 請大家拿出手機 掃描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然後加入我們的微信俱樂部 你就會有福利 今天我們來的這個位 他就是一直有新作品 我覺得你一定要學習他 你的新作品無非就是主持 然後唱歌 他絕對是改行了 我跟你說我堅決不學他 因為他本身是個功夫明星 也是個全國冠軍對不對 對 但是作為他的老婆 我覺得壓力比較大 因為比如說晚上回來 說老公 別碰我這裡有痛 別碰這裡也痛 身上全都是傷 但是他今天不是作為演員來的 他今天作為導演來的 那他到底是誰呢 這部電影叫戰狼 在3月6號在全球會首映 作為自編自導自演 而且是投資人 他會來到我們的現場 讓我們掌聲有提 吳俊 有提 我們不要跟他握手 不能握 不能握 請 停 因為擔心說了 他說你混人鬥傷 回家老婆剛掌握一抱 別抱別抱 身兒疼 對 媳婦經常做一些瘋瘋補補的活 對 3月6號全球首映 對 吳俊首次知道的電影 我們先來鼓掌 戰狼 戰狼 我那是看過片花 大家要不要看過片花 我們把這個決定權 要不要進電影院交給你們好不好 要 來 我們一起先來試一下片花 走入我們的超級訪問 來 請坐 吳俊 中國影壇八大武術冠軍之一 他六歲進入北京武術隊 自八次那年拿了北京式冠軍後 便與師兄師弟們接連拿了數十個 全國團體和個人冠軍 1995年 吳俊三年首部電影《功夫小子闖情關》 正式進入演藝圈 1998年主演電視劇《太奇宗師》後 他的表演天賦日益顯山漏水 精彩作品 層出不窮 2015年3月6日 吳俊歷史六年 自編自導自演的首部動作戰爭電影 戰狼 即將與觀眾見面 影片場面震撼令人期待 來 突然起勁 對 聽一下群眾的呼聲 一 二 三 爽 我剛剛看到那戲裡面 因為群演的戲特別多 群眾演員 群眾演員的 因為戰爭戲什麼的 很多大量的有群眾演員 對群眾演員好找嗎 南京流行一句話 群眾演員流行一句話 今天 這兒要人 多少 兩百個 嘩 來了 什麼戲 吳俊的戰狼 嘩 全部見了 其實群眾演員就是管住 管交通費 然後加上就是八十多吧 有的是一百 八十多了 有的是一百 後來我就說提高價錢 提高價錢 然後提到三百 只來了五個人 阿明遠陽太苦了 那是有生命危險的 太苦了 因為我趕上的是 南京最熱的時候 地表溫度是四十多度 然後有好事者 就拿著錶就跑到山上去了 跑到山上去晒那個錶 說我想看一看到底 溫度到底有多高 一會兒回來了 我說多高啊 不知道 為什麼 表曬炸了 一下來的時候 我們那邊 已經暈倒了五個群眾演員了 剛才我們說的是群眾演員 但是把朋友拖來受這個苦 我覺得這一定是好朋友 對吧 不過今天朋友來呢 他比較是特別後悔 來投訴 來 那這位朋友是誰呢 都要投訴什麼呢 來 我們掌聲有請 房子斌有請 哪裡喔 怎麼從這來啊 他已經上廁所 哎呀 演員房子斌 憑藉倫理劇《九九歸一》 曾在《玉關一》 《神奇》《行李原亮國》 《遠心近零》等影視作品中 有精采演出 來來來 我坐人家可以坐了一個門 還在想 為什麼我出來之後 所有人都背著我呢 首先給我們介紹一下 在這戲裡面演的這個角色 好像沒名字 有名 真是好朋友 有名的 他最後那個演員表 我覺得應該是有名字的 人質 方子斌有名字的 有名字的 有名字的 你們之前是朋友吧 說實在話 因為這個戲 我是被他給騙過去 他想才騙他 也不來 我們來歡迎兩位就座 歡迎好朋友 那你就講講 他是怎麼騙你的 把你發出這個邀請的 其實呢 我呢 對於吴京老師呢 現在戲拍完了 你可以隨便講 你對於吴京這個人呢 我是看著他的戲 長大的 我沒說 我沒說 不是我說的 是因為 他們的一些製作班底 我都很熟 然後有一次打電話 說吴京弄一個電影 說你要不要過來 然後時間挺急的 我說行 在現場見到他的時候 他是一身的裝備 然後都是什麼腰帶啊 什麼槍啊 然後跟我移上來之後 還是耍槍 耍耍 啪放進去 怎麼沒弄 我說啊 然後但是看他的感覺 我一看那整個人 當時那個環境 是一個廢舊的工廠 那麼熱的天 所有人 沒有一個地方 是能夠乘涼的 因為他沒有樹 都在那種 就是那種房子邊上 找個地兒就不錯了 魂滿臉都是汗 我忽然感覺 我這次來 為什麼呢 然後第二天一拍戲 我真正意識到 這個條件太苦了 他做導演的時候 拼命嗎 拼命 比如說一些 特種兵的一些隊員 他那幾個小兄弟 有些做不到位的 他親自給人家 啪到地上 就是這樣這樣 還套招來回套招 應該是有專門的武術指導 應該做的事情 他要親自就要去做 那我以前看就是說 他們採訪那個武打明星 說你們跟我們正常人 不太一樣 而且就是說 在生死一線的時候 像我們第一反應就是 會做一個安全評估 就不上了 他們就在這種評估的瞬間 他們就會選擇再去試 我給你舉個例子吧 剛才他說的 直升機 坦克 就這些事情 那是吊你嗎 這是你吧 這五斤 這五斤 對 他每一個危險動態 都要做出半斤 好帥啊 說兩句話你不怕嗎 沒來得及感受 不是 挺好玩的 這樣飛起來掉上去 這樣飛多久 你這個鏡頭掉多久 飛了二十多分鐘 房子斌你敢背 這麼第二十分鐘嗎 嗯 房子斌來 你跟周小鵝有對手戲嗎 周小鵝怎麼樣 就是有沒有受傷啊什麼的 因為周小鵝他是沒有頭髮保護的 哎呦 爆炸呢是要往外的 但是底座的時候 他有那個力量是往裡打的 所以你這要 跟皮膚之間隔一個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給他貼了一個 一塊錢的硬幣 小鵝呢 因為他害怕炸點 一咬爆炸 他就 就這樣 我們開始說 一二三 他就 你看我說那個小鵝 你這邊又白爆了 你就不要做反應 結果我就爆了七次 第七次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爆嗎 那好咱們小鵝 咱們聽一二三 二點二我爆你 再做反應啊 你前面再加一句話 預備一二三開機 誰棒 棒 嗯 嗯 真的沒有反應 拍完之後 腦袋上 落了一個國旗 一塊錢的硬幣 一個國灰 演的還行 你看就這塊 我才開始說房老師了 其實房老師特別不容易 為什麼呢 你看那間那槍洞了嗎 就他正好是要在那個洞的邊上 這裡 炸點是四射的 所以你要量好這個東西 我們就還挺怕 就是說別再往前 你這樣會打到他的臉 打到他的眼睛嗎 讓他往後一點 他每次都要裝得很無辜的樣子 快給他一輛車吧 求求你們了 我有老婆孩子 我是人質 一槍 一槍我們當拍四次吧 因為有的時候 炸點不好啊 光不好啊 這三槍拍了十二條 啊 那種嗓子就 就 每一次的 每一個每一條都要生死力竭 那你要割捨的話 為了保護嗓子 當然這條假的行嗎 要打軍演你會怎麼演 爆炸 噗 十二次你想 就房老師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專業 想不想看VCR 想 你要把專業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一點兒關小朋友 別開架了 別開的架 誰開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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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有這樣 我才能知道 黃老師看到了嗎 你在前面上投入那個 那個後面 其實你們冤枉小歐了 小歐是想 他是想做蒸影狀 其實包括你像大紅哥 也是合作很多次了 這次也是 他好像也有一個炸 人家哥哥就是這樣 你再怎麼炸 炸出天來他也不動 不眨眼 但是這一次呢 就是也挺對不起 大紅老師是什麼 拍的時候呢 就最後 我說最後一面牆的時候 因為要炸九層 最後一面牆的時候 有一塊水泥板 他們有一塊是那種 弄的那種 裝錯了 結果真的是一塊 這麼大一塊板子 炸出來 就從 林老師的那個大腿內側 就滑過去 就是流離到大口子 從他的下半身 關於那段戲 我們也有VCR 一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臨危不拒 大家準備 一二三 他太厲害了我覺得 他是怎麼做到的呀 他就是這樣的人 有一次我們 跟大紅哥那時候 我們紅哥 我們排話劇 演話劇 演成英 趙氏孤兒嘛 他有一個詞 然後特別的慷慨的 說完之後 那天不騙你 他那天特別動情 那鼻子瞬間就 刷 就掛在這 大紅哥就在台前面 離觀眾這麼近的情況下 沒動 也沒 也沒吸流 就這麼掛著 掛完之後 一回頭 接著說詞 那場戲 一直是當著說的 他自己也不笑 不笑 就是這樣 但是所有人在場上 沒有一個人笑場的 他因為他不笑嗎 不是 因為我們是真正覺得 他是在那個人物裡邊 那個東西已經無所謂了 大姨挺閒的 說到這個電影啊 真的我覺得 我們看看那個 莫非的花絮都挺逗的 但這個拍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那我們這戲裡面 還有一位勞苦功高的 武叔指導 他也有話要說 你起來聽一下 從每個部門的工作 大小的事一節 他都要管 因為我覺得他很辛苦 我叫他放鬆一點 他說 看不到我要的東西 我放不下 吳京拍這部電影 真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喜歡 吳京導演這部電影 最後我祝福這部電影 讚好大豐壽 其實他是原來最早 成龍大哥的動作指導 我真的特別高興 就是說 《沙青》的時候 我沒有劇組 沒有出人命嘛 他當了大部分的功勞 就是他是一個 很專業的一個指導 無論是飛車 我們戲裡有很多的飛車 翻車 炸車 包括直升機吊 還有爆炸這些東西 很多東西是他在控制之下 還有一次也是沒有出事 我也特別感謝他 我們在那個坦克訓練基地 那個土啊 被坦克已經 碾得這麼厚 全是粉 趕上雷雨 結果呢 所有的車都出不去了 很多的大卡車 剛一開始就這樣 就要側翻了 就到最後 我們必須得用裝甲車去拉我們的車 那個時候 忽然間全組的人 全被困在那裡 出也出不來 我們兩個人就用 一人一輛車 挨個的拉 足力280號人 兩輛小吉普 挨個往外拉 拉出來 拉出來 就是一直拉到雨停 拉了兩個半小時 你們倆親自開了 然後等著所有人都走了 安全回酒店了 我們倆開這輛就是已經翻了那種 前面積積蓋子破的那個車 我們倆坐在車上 今天終於 沒出事了 那個大車如果翻了 得壓死多少人啊 越想越後怕 非常後怕 我兩個人 當時我們倆開車全是愣的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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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這樣 但我特羨慕你一種友情 好好 那黃子彬大哥 這個有什麼要說的嗎 對我們這部電影 我覺得一個男人 能夠堅持了七年 想做一件東西 我覺得能夠 從這個東西裡邊 能看到他的真誠 在現在這個社會裡 已經很不容易了 這是一個最大的看點吧 謝謝 我們再次掌聲來 謝謝黃子彬大哥 謝謝 希望下一次這個 3月6號 我們走進電影院 對對對 3月6號走進電影院 您是從哪個門 我要悄悄的 但是他留下了一片精彩的舞台 拍這部戲的時候 還沒有和謝楠結婚 拍著拍著就結婚了 拍著拍著 兩人就開始談戀愛 結婚 那那個投入那麼大 有跟他善良過嗎 當時跟老婆說 這個作品已經在醞釀了 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如果賠了 那我可能就是傾家當產 所以如果要賠了的話 你要考慮 他顯得特別的大度 他不是每一句話 他那種態度 嗨 沒就沒了唄 大不了我這還有一個小房子 我們一起可以從頭帶來 我覺得這樣的老婆 真的取得是去的 取到了 來 掌聲有請謝楠 歡迎 來 他從這兒來了 哈囉 君姐好 鄭英哥好 哈囉 大家好 謝楠憑藉機靈多變的主持風格 活躍於國內各大衛視 深受觀眾喜愛 並且他在影視劇演唱方面 也展露鋒芒 2014年與吳京組建的 幸福 小家庭 戴琳哥其實你是第一個 知道我們兩個 對 應該是第一個知道我們兩個 第一個第一個 因為當時我和謝楠 在主持一個跨年晚會 你怎麼發現的 沒有 他跟我說今天有人要來 然後呢 他坐在第一排 他會在燈黑了以後 偷偷地進來坐那裡看我們 而且我們當時講的那個環境 特別的奇妙 就是因為跨年晚會 需要我們從舞台上 比如說在一首歌的時間 衝到觀眾席的某個地方 然後對著鏡頭說 現場和電視之前的觀眾朋友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們就在拉著手 一路從舞台底下狂奔的時候 我說戴琳哥你知道嗎 今天有個人要來現場 他說是嗎 是誰 我說是吴京 他說真的嗎 你們倆在一起 我說是的呀 我說你覺得他人好吧 他說他來過節目 我覺得不錯 然後我們就到那個定點了 然後就開始說 現場和電視切的觀眾朋友 就完全是這個過程 然後 天長的吴京 你好嗎 如果吴京有一天拍文戲 你會介意嗎 因為我們主持人 從來不跟嘉賓去接吻的 對不對 拍什麼戲 拍文戲 你太八卦了 怎麼是這樣的 我以前從來覺得說 這不就是演戲嗎 沒有問題的 我心裡面毫無芥蒂 然後有一次朋友聚會吃飯的時候 正感情他有一部戲在播 然後呢 大家那段時間都在追看 然後正好一桌 朋友都在吃飯的時候 我就 有個電視 我說那個 他的那個戲在演呢 說看看吧 挑到那個台 我就端一個小飯碗 跟他坐著看 然後 看了沒一會兒之後 他特別殷勤地 拿了一盤菜過來 整整擋在我面前 把電影機遮得 嚴嚴實實的 然後說 老婆你吃點菜吧 老婆你吃點這個 你看我剛剛那邊夾在心上的 我就覺得這個行為很可疑 對 以我們做主持人的經驗 對呀 好端端的 你管我這麼多呢 走開 洗開 然後一扒拉一看 上面正跟姑娘吻著呢 看你心裡有沒有微微不舒服 說真心話 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她都不是真心的 而且 誰是真心的呀 演員也都不認真 那女演員是誰呀 是 長得好看嗎 你們仨主持人碰一塊 真沒笑話 不要踢步大明星好嗎 好 那說良心話 就是你們兩個 在生活中真的不會有摩擦嗎 其實我們倆摩擦 其實到現在就是減肥 說說 可能就是 因為我是 你要想減肥就是運動嘛 那種 它是那種節食啊 包括吃減肥藥這種的 以前以前 也是好事 就路邊抓把草 拿水一涮捏 弄點醬油 你就養活了 那是兔子 兔子不用放加油 兔子還不用放加油 那放加油掉毛 原來謝男 原來謝男 你這麼瘦 不是天然就這麼瘦 也是在飲食上控制 他就覺得 他喜歡女孩子 對 豐育一點 他覺得你跟我在一起 你幸福 這是向大家傳遞幸福感的方式 對 白白嫩嫩 胖乎乎的 就知道說 我對你很好 我一定把你養得很好 可是那個歌 我理念有違背 所以我就 說陽凤陰為 當面一套 背面一套 表面上的時候 就可能會 那個 表現得吃了很多 背地裡開始吃減肥药 然後曾經有一次 就被他發現了那瓶減肥药在包裏 特別生氣 就跟我火了 拿著那瓶減肥药 說 你不是答應我不要再吃了嗎 特別戲劇化的台詞 很有張力 然後 我在家裡很開心 就是有一種被家長發現你幹錯事的那個感覺 就哎呀 完蛋 然後 然後 又沒有辦法去反駁他 因為你真的幹錯事 你答應人家事你沒做到啊 這是愛啊 他立場又贼正義 你又不能反駁 所以我那時候就只能說 怎麼了 我就是 怎麼了 吵完了以後 我覺得那天面子上特下不來 我就覺得 我要離家出走 就是我要離開這個讓我窒息的環境 後來我就拿著我的小平板 我就出走了 然後 可是我又很慫 我很怕黑 晚上 出門吧 我們那小院我想著那個 就是中間有一個花園是亮燈的 結果那天好死不死 那個花園沒亮燈 然後 我往那花園走 越走越不對 怎麼越來越黑了呢 然後就心裡開始抖和了 小院又四下無人 然後樹種的又特別多 風一吹過 傻傻傻傻傻傻傻 你們主持人呢 我就 算了我還是 我別走那麼遠 我離家近一點 然後我就在我們家那個 大門邊上 車庫門口 抱著iPad開始玩 心想說 還不出來 你還不出來找我 對 還不出來找我 還不出來 這不出來啊 沒有 人家後來 不知道是自己平息了怒氣還是怎麼著 就出來了 然後那個車庫門 可這顆是開了 特別帥 然後這樣 姨在車庫門口說 呦 來了 進來坐會兒 這個很依人 對 但是我這個人是這樣 別人給我台階 我立刻就下去了 然後說 好的 可是進去之後 他就會先跟我說 媳婦我是為你好 但是剛才可能態度上 對你比較生硬 讓你不舒服了 你們結婚以後 有沒有約法三章 是不是 紀委會主任 完全是紀委會 有沒有約法三章 比如說你要承認錯誤 要誰檢查 無盡應該不會承認錯誤的 對 或者說因為你是武打明星 你一生氣 萬一你動手呢 克制人物 絕不動手 對女人絕不動手 我跟趙文卓的媳婦聊過這件事 那時候我倆還沒結婚呢 你也有這個顧慮是吧 對我不是顧慮 我是特好奇 因為以前在節目當中 老聽說就是他們會有一些 自然的反應 可能會無意中傷到對方 像嫂子就跟我講說 說到現在他可能還會有一些 很自然的防衛性的反應 我說沒有吧 不太可能吧 後來我跟他接觸的時候 我才發現這事是真的 就是千萬不能從背後摟他 都不行 他肯定會這樣是吧 他會直接有這個反應 就是搶背的一個反應 看狀態 看狀態 如果在家裡就是 他很專注地做某一件事情 比如他今天在看劇本 或者在比如說 為電影的時候 在跟別人做協調的時候 盯著一個東西看的時候 老公 他可能就會 啪一下 摔倒 老公 打中間 是真的 他們會有的 是吧 是真的 然後我有一次想偷偷親他 就是我早上那個 對 就是我大夜戲嘛 我一個晚上開工 然後到早上回家了 我看他睡得賊香甜 我覺得 好可愛啊 然後就像偷偷模仿那種 感情戲裡面說 我偷偷親你一下 多甜蜜啊 讓你從甜蜜的穩中 蘇醒開始愉快的一天 然後我就 剛把臉湊到他眼前 差不多這麼一指 他那一下大眼睛 砰就睁開了 然後直接就是一個這樣 我瞬間 你什麼心情都沒有 嚇到倒退三步 你幹嘛 你這樣說 那他說的屬實嗎 對 是真的 但是他說的也特別對 他從來不 不打 不打女人不說 我覺得他可能讓大家想不到的一點就是 他其實在 就比如說跟我相處當中 我覺得他 很擅長認錯耶 菁姐剛剛問說就是什麼約法三章我們沒有 但是曾經有一次是因為什麼事好像也是我們倆在電話裡起了爭執 結果第二天我就意外地收到了大師兄寫的一份檢討書 我沒有 有 把我手機拿來 你離我那麼遠幹嘛 我說完了先觀察一下你的反應 然後我再考慮要不要做回去 那我就念了 好 他說 尊敬的老婆 我未來孩子的母親大人 還沒生啊 對 那時候還沒生呢 昨日由於身處嘈雜的環境 未能心平氣和地回應老婆大人的催促 特此忠心向老婆大人承認自己犯下的可恥罪行 下雪了冷 老婆大人住一家衣服 還有防曬霜 此至敬禮檢查人永遠高高在下愛你的老公 哎呦 吴京 吴京 我很看好你啊 好 好 這樣叫好 就可以了 所以 你不用給我承諾那麼多 你就努力向前衝吧 家裡有我 就在他們還在按部就班等待孩子出生的時候 兒子無所謂小朋友 卻提前五周前來報道 遠在泰國拍戲的吴京 第一時間回國陪在妻子身邊 由於是早產 吴京性男並未感受一般父母單純畅快的喜悦 而是讓全家上下無比揪心 我一直到現在我挺內 就是說比較內疚的一件事 就是她懷孕的時候我一路沒有陪她 可是你就看到她那麼瘦 挺那麼大一個肚子 你再怎麼樣 你老公不在身邊 男人不在身邊 一個女人這麼去撐著兩個生命 我就覺得真的是看著我就是挺內疚的 那生孩子應該在身邊吧 我在 我在 救星吧覺得 正好我是在拍戲的時候 她運檢 我不放心 我說正好有兩天 我還在泰國有一場戲 那我先回來陪她運檢吧 一回來之後 醫生就直接說 拋了吧 我說大夫還有五個星期呢 這就拋啊 啊 早產啊 對啊 醫生為什麼會說提早五個星期先拋了 因為洋水不足 然後呢 他還說大夫我應該還能撐過 讓她回去把戲拍完了再踏踏實實再回來吧 反正又一天了 他就剩四天 三四天了吧 一天的戲 但加盲版你知道泰國的那個 我就去找醫生了 我說 我說您看這個從您最專業的角度 保證生命安全的角度上看 您給我一個建議 你想聽真的 我說真的 拋 拋 不說了 拋 我一進去說 我說媳婦拋了吧 你真的決定了嗎 其實可能他都沒有做好準備 他還有一個月的這種 心理調節的時間 人家就說 十個小時之內不給你吃飯 他就跟我說 早上早上我在那包子得多吃倆 結果我就進去了 進去 進去之後呢 他很痛苦 就是比較 沒有 這事我來說 是這樣的 我當下的感受是什麼呢 其實我還行 還算是鎮定 我當時上了那個 偷腹產的產床 然後那醫生一兩血壓 那個心跳 說 你可以啊 到現在心跳才六十 我說對 然後這時候都還很鎮定 我什麼時候開始不淡定了呢 來陪我吧 他又帶了一個相機 想記錄那個生孩子的瞬間 他又會拍 然後我當下心裡就有點緊張了 我特別希望說 那個時候他能坐在我邊上 你就抓著我的手 你就什麼都別說 什麼都別做 就行了 然後 我大概唯一一次 對他態度不好吧 也就 就那麼一回 就說 老公能不能坐下 別說話也別動 我生活中 不會這樣跟他講話的 然後他 當時就說 欸 好嘞 那天您是主子 那天 真的特別乖 乖到什麼 就是體貼到 聽話到什麼程度 我的 比方說 這兒是我的那個鏟床 我的腦袋在這兒呢 這兒有一把椅子 剛好在我視線範圍之外 他 因為我下了指令 別說別動 他都不敢把椅子 挪到我跟前來 然後剩下的部分 就是 我就不知道了 你剛才說他有很多不知道的事 是什麼 挺危險的 小孩出來是紫的 出來還嗆了一口羊水 然後拿著去 就是那個給他清洗嘛 洗著洗著 小孩就開始 就是有點喘不過氣了 我說 早產兒可能都這樣 所以呢 可能呢 要去ICU 先去西洋 我說 哦 我說那你先別動 先讓這個孩子 跟他媽媽找張相 就讓他把小孩給照在這兒 ICU啊 中正監護室 您這一直就要照相 然後我先照兩張相之後呢 我說您去吧 就開始跟醫生聊天 聊著聊著 吳先生您得去ICU 我說為什麼 這個小孩的肺發育不成熟 我們要 一要先要給他 西洋已經說不夠了 我們先要照X光 確認他這個肺發展的什麼地步 剛剩下的小孩照X光 我說 那就拍吧 去拍了 然後呢他那邊就 一出來他第一句話就是 老公你怎麼不要我了 我說沒有 我兒子去吸氧了 你講了這麼戲劇性的一句話嗎 陪著陪著 吳先生您得到ICU來 我說怎麼了 這個小孩這個肺泡還是不成熟 要上一些措施 我說上什麼措施啊 可能要把氣打進去 把肺泡吹開 我說先弄吧 一會兒他醒了 就抓著我的手 他抓著我才能睡著 然後呢我就讓我父母 你們先走 我陪著他就行了 你們先走吧 我爸呢就覺得不樂意 他為什麼剛出生的小孩 我們做長輩不能見 他也沒有見到 都沒有見到 我爸爸就要闖進ICU去 說不行就讓我姐 我帶著他從樓上 從樓底爬樓上去 爬窗戶上去 他以前練過武術 就無打就 就要爬上去 後來好容易給弄走了 一代宗師啊 十點半的時候 十代是電話來了 吳先生您得上來 趁他睡著了 偷偷把手伸出來了 我說怎麼了 給了我這麼厚答一答的指 病重通知 我說我先給您講一下 這個怎麼 我說你不用講 您現在告訴我 有什麼手段 好 先伸一根管子 把進小孩的肺裡面 吹開 再打果然素 再上呼吸機 再吊點滴 再查足溫血 我說上 簽 別給我看 簽馬上就這麼弄 那天 有一個特別大的一個感受 像你們剛才看到 吊飛機 空中吊起來 如果那個上面那個鈕斷了 蹦 下面 我空中會有一個自我保護 別於是我摔不死 爆炸 因為我看到爆點來的時候 瞬間自然反應 我可以躲開 炸不上我眼睛 跟人打架 你拿刀 你從不到我要害 我能自我保護自己 可是看到這個孩子 剛出生幾個小時 所有的家伙全上了 還在困難著 吸不上氣來 我當時真的有一種無力感 那種無力就是 我的命我可以操縱 但是現在另一個生命 它屬於我的一個生命 我創造成了一個生命 我幫不上它 那種無力感我第一次 後來我就說 我說 這真的有時候 就等著嘛 耗在那等 我就看著窗戶外面 我說真的 老天爺 我命硬 我命硬 有什麼事找我 別找我孩子 所以 那個之後 因為拍孩子出事之前 有一個 我拍一個鏡頭的時候 差點死了 所以 後來我就是說 這個孩子出事之後 我真的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以後做動作 做危險動作 一定是把安全系數 交在自己手裡 永遠不會讓說 把自己的生命 交給運氣去決定 這個家要擔當起來 必須的 對 這個感受 只有在那個瞬間 才會有 仔細聽下來 我覺得 吳京 他是一個很心細 很柔軟 所以我其實想讓大家 更多的了解到這一面 就是包括像我剛才 拿他檢討出來 也不是想說要炫耀說 你看 我老溫給我寫這個 沒有這意思 就是我總覺得 他在很多情況 他給大家呈現的形象 是很硬的 是很向外 很剛性的那一面 但其實 他生活當中 對他在意的人 是非常柔和溫柔細心的 只是表達方式會很野脈而已 所以我要送你三個字 是嗎 恭喜你 謝謝你 你老公是個浪漫的人嗎 我覺得認識我之前他是 那今天兩個人來上節目 你們有給對方準備禮物嗎 你有嗎 我沒有 他給你準備了 不可能 真的假的 真的 來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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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會 非常好 他還有男朋友 有耶有耶 真的假的 下一次增加現場 改名叫我們約會吧 好 有沒有 想来看的天 爱在的地 我爱着的你 给我美丽的照景 跳楼也没这么紧张过 我知道你 做我老婆不容易 从 我自己拍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受伤 你就去 去南京看我 然后 帮我安排了一切的生活 我 老婆 我以后不跳楼了 我不让你担心 我会对我们这个家庭负责 老婆 我爱你 Guatemala 你 老婆 你就在跟着听 我安